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这个电灯锅是我们群里的朋友发过来的 要出一套教程给他 那么我们今天的教程会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们前期的一个想法 比如说我们要什么样的效果 需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图片 一个效果是怎么样的 我们前期要有个想法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曝光 那么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我们该怎么样去曝光 怎么样去调试我们的灯光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后期合成 我们照片拍出来了之后 可能锐化或者是说我们在设计 或者是合成这方面 我们都需要调整一下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分这三个部分去给大家去讲解 那么接下来我会对相机的参数 还有我们灯光的一些参数 那么我们去削弱的去讲解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之前有些朋友 他完全照搬我那个视频里面的参数 不管是光圈 快门感光度 还有我们的灯光的一个参数大小 完全一致 在我这里因为我们的一个环境不一样 还有我们的相机的不一样 灯光的功率不一样 所以说大家不能这样照搬过去 我更多的是教大家一个方法 怎么去拍摄 大家不要硬搬我这个参数 要不然的话你在里面是拍不出来的 那么我讲的是方法 比如说我们现在今天的这个场景 我们主要是拍现场光 模拟现场光 模拟实景这种感觉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曝光 当然了这个曝光不是指的 你可以灵活的去运用它 我更多的是教大家这种思路去拍摄 好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电针锅的一个拍摄 那么我们这里条件有限 没办法按照那个厨房的一个实景 或者是说客厅的一个实景去搭建 给大家教大家怎么去拍 那我简单的就搭了一个简单的场景 去教大家如何去曝光 实际的场景 那么会根据你拍产品这块的要求 去架设你的一个场景 场景很重要 大家不要忽略场景 那么今天我用的是D90 加百威的镜头 然后四盏600瓦的一个闪光灯 那么这个闪光灯当然了250瓦 280瓦 也可以我们用的是独立方的一个牌子 一个新的牌子 然后它的一个 我用下来它的一个功率 还有各方面都是比较优秀的 好那么我们用了两块柔光纸 用了两块柔光纸 后面用了一个一个纱 这样等于是一个背景一样 直接用了一个纱子 就是窗帘一样的那种柔光 也可以 因为我需要到那种柔和的光线 加上我要到那种不是很平淡的一个白色 而是说有一个像窗帘那种效果那种感觉的 好那我们两边的一个主灯 两边的一个主灯打过来 其实这两边的灯光 两边的灯光大家可以用反光板 因为我们会有一个逆光过来 我们一个逆光过来 我们就是模拟环境 从一个光线打过来 这样的话前面会有一个阴影 那么阴影的时候 我们利用这两边的一个反光 为什么这里不能直接用油光箱 如果是油光箱打过来的话 我们整个照片 它的一个阴影 就觉得很生硬 就不够柔和 如果是说你有反光板 那么最好这里两块 放一个大的 很大的那种泡沫板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简单的 布好我们的场景之后 我们就开始布我们的灯光 因为我们要的是那种 模拟场景那种效果 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布我们的灯光 那么首先我们把这两个组灯先关掉 我们先布背景灯 我们先布背景这边的光线 我们背景灯在这边 那么我们先把上面的灯也先关掉 我们一步一步来 首先我们打开 这是我们的一个背景的灯光 背景的灯光我开最强 直接开到它最强 然后打背景就可以了 直接打我们的沙 也就是像窗帘一样的一个背面就可以了 让它反光过来就可以了 好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个光线的一个效果 我们相机稍微低一点都可以 我们直接就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的相机参数 首先我们调到比较小的光圈 我们调到16 然后其他的参数 跟我们冰箱的参数 室内的参数一样 我们这里就简单的略过 首先我们先16试一下 好 先插一张 背景有点亮 我们调到22 好那么我们背景感觉上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等会我们布了主灯之后 我们可能还要调一下背景灯 所以说我们暂时背景灯先不动 那么我们开始布我们的一个主光 也就是我们背景是亮起来了 但是我们前景 前景还没有开始布 我这里主光我用的是两个灯 扎柔光纸 那么我们这种柔光纸 不是那种平时大家用的那种 我这种是撕不烂的 这要比较耐用一点 它的柔光效果更好一点 那我们把这两个柔光纸 放在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两边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我尽量让前面的一个光线 柔和一点 我们前面的一个光线 好那我们把灯光 我们先放好一个位置上 也就放到两边就可以了 给我们这个灯再高一点点 把门打开 打开两边的灯光 因为我们不知道参数是多少 前面的亮度是多少 所以说我们两个灯先开到一样 开到6.0都最大 好6.0 好我们试闪一下 OK我们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再拍一张 我们两个灯啊 差不多距离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主要是把前面照亮就行了 首先我们这样先试一下 看一下效果 好我们相机低一点 差不多前面的话呢 亮度差不多 但是的话呢 我们看到啊 整个产品感觉比较平淡 我们还需要一个灯 那么这个灯呢 就是需要我们从一个逆光过来 因为的话呢 这样的话就比较有立体感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 还有一个硬光从上面下来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整体上面的一个感觉啊 就没那么死板 整个画面就是有立体感啊 好我们在我们的一个左上方 这块啊 我们再加一个灯啊 那么我们这个灯啊 我们用的是一个雷达照啊 我们直接照到这上面啊 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裸灯啊 因为裸灯的光线太硬了 但是用柔光线的话呢 光线太柔和了 那么它雷达照是介于我们 油光线跟我们裸灯啊 之间的所以说的硬度是适中的 那么我们直接用雷达照 然后呢直接去照我们的一个 打一个侧逆光过去啊 我们先把灯打开 我们也就开到二分之一就可以了 因为它是裸灯直接照上面去的啊 为什么前面两个灯啊 它用的比较高六点零啊 也就是说全光 我们这个用五点零呢 因为的话呢 它的一个经过两层油光箱 然后经过我们的一个油光纸 它的光线是非常柔和了 那我们这个直接试打 可以说是那个半硬光 所以说我们调小一点那个参数就可以了 我们升高 OK 我们从这个角度啊 它的一个侧逆光一个角度 下来就可以了啊 那么我们侧逆光啊 打好之后啊 我们看一下大致的一个场景啊 它一个大致的一个光线啊 就是说我们这一块的光线啊 它刚好啊 是一个高度 适合我们主要的 这个阴影的高度啊 可以升高降低我们的一个侧逆光来调节啊 一般的话呢 不要太低也不要太高啊 合适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啊 设置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先试拍一张啊 OK 它的阴影可以了 但是我们看到这两边的灯光啊 还需要调整一下下啊 我们再来一张 OK 我们这张图片啊 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啊 那么我们拍摄这种啊 比如说电针锅的时候啊 因为我们不能啊 没有那种素材直接放到我们的锅里面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需要到后期把它披上去啊 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讲一下啊 如何去把我们的一个效果啊 也就是说我们 比如说里面主有东西的一个效果啊 我们披上去 如果是说我们是用石井去 去拍的话呢 那有可能是说它的颜色啊 还有各方面啊都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 而这个的话呢成本比较高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后期啊 PS来把它处理上去啊 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一个后期的一个处理啊 我们打开啊 我们打开啊要修的图片 好 我们开始修的步骤 首先第一个看它的颜色准不准确 如果颜色不准确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调颜色 然后呢就开始修图 比如说我们这一块的这些啊 脏的地方 还有这块脏的地方啊 都要修 那么锐化是最后一步啊 锐化 大家一定要放到最后啊 如果是前期锐化之后 那么后面的话呢 就是修起来的话呢 是比较麻烦的 好 所以说我们首先来建立一个啊 副本 然后呢开始调色 我们看到有点偏啊 偏颜色 我们就修暖一点点 OK OK 根据显示器来啊 这个不能确定说一定是 好 那么我们开始啊 修图 好 我们看到这些脏点 我们先把针点修掉啊 直接用我们的一个修补工具啊 修补工具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放的比较大才能看得到 缩小了是看不到的啊 好 OK 我们把脏的地方 好 修掉就可以了 还有 看一下啊 啊 体谈的比较干净的 还有我们的这一块啊 这一块可能是镜头里面 镜灰的原因啊 然后呢 上面会留有一个暗的阴影 OK 还有我们这一块 OK 这边也是一样啊 OK 我们看到 差不多 还有这一块 我们如果是说啊 我们是淘宝的产品 那么我们想要它的颜色 饱和一点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红色饱和一点啊 那么我们就可以啊 把它的一个 单单的是那个红色啊 就是红色 我们就要把红色 它饱和一点啊 单选啊 我们是用到一个饱和度 这一块 说像饱和度 我们把红色的 要饱和一点 OK 就可以了 我们看到这一块 我们是不需要的 我们可以把它修到也行 也可以不用修啊 那么会根据你的一个 要求来 好 我们调小一点啊 流量也调小一点 OK 我们就把这一块 嗯 调大一点啊 太小了 好 再大一点 OK 那么简单的修图啊 我们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就说 要求比较高的话呢 那么你就可以 那个 精细一点修啊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是要把啊 这两个 杯子里面的一个 啊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把里面啊 我们找了一些素材 我们把里面填充啊 一些我们所需要的 一些效果进去 如果是说 我们前期拍摄的话呢 那么 因为这个比较耗时间 所以说我们 直接采用耗期啊 合成进去的一个方式啊 好 OK 我们把我们要合成的图片啊 我们就 先 好 拉过来 然后我们用钢笔 把它抠出来啊 因为如果是说 我们啊 有条件的话呢 那么就可以啊 自己 然后 去把这些东西 材料备好 然后呢 节拍 那么是很自然的 如果是说 你条件不允许的话呢 比如说 你没有这么多时间 或者是说 你不 直接把它 用钢笔工具 把它 OK 好 我们再 做一下语画 好 五个像素 OK 我们把这个 拿过来 我们把它填装到 这个杯子里面去啊 好 然后再加贴 它肯定是 因为素材的原因啊 肯定不是 像我们那个 实景拍的那样 那么好看啊 但是的话呢 大家注意可以 以甲乱针啊 我们再 处理一下 我们用变形工具啊 把我们需要 修改的地方 可以 适当的 去 调节啊 这样 那就是说 我们缩小图是 看不到 看不出来的 我们缩小了 看不出来 很明确的 但是呢 它放大 肯定 不 真的 好 我们再把 另外一个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图片 有点偏啊 我们就可以 处理一下啊 我们把 蓝色的 去掉啊 然后呢 还是用 钢密工具 圆着 它的一个边缘啊 抠掉就行了 把里面的 我们所需要的部分 抬出来啊 同样的啊 钢密工具呢 它是比较 慢 但是的话呢 它的一个效果啊 是 比较好的 OK 我们先旋转一下 我们看到 要调整一下 它的边缘 虽然说 它缩小了 它没有 我们原来 那个角度啊 这个是图片 都是在网上找的 啊 肯定比不上 我们现实拍的 那么好看 但是的话呢 它整体的一个效果 还是可以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 这边大的了 因为这个比较长 所以说我们就 找素材是比较难 那么我们就 啊 随便 找了一个 这样子的 然后呢 好奇我们再 合成给大家看啊 这样比较省时间啊 也比较 有效率一点啊 这边也是一样 那么这一块 大家要留意 小心把它抠出来 再看 然后给大家回车 我们把它语化 五个像素 我们看到放到里面 就是打掉 这个很难找得到 它这样的一个素材 那么我就简单的 给大家示范一下 因为图片经过拉 然后它的变化是比较严重的 而且它的一个像素也不够 我们把这一块 再转一下 这样也行 那么整个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把这些全部隐藏掉 这是之前的 然后我们加上我们的一个效果上去的 那么这个效果还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然它是跟我们实际上拍摄是有差距的 因为我们图片一个清晰度 是达不到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效果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就示范一下给大家看 OK 那么下一步 我们先把图片 先概印一下 Ctrl键 Order键 Shift键 加E 我们先把 也就是说 先把这个可见图层合并 到一个 另外一个图层上面 同时它上面的图层 不会合并在一起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调对比度 可以调那个整体调 这个是整体 比如说我们拉一下对比度 然后我们可以再拉一下饱和度 都可以 最后一点还是一个锐化 大家用的是USM锐化 那么锐化里面 一般的话就把它的一个幻境 设计到1.0到2.0之间 都可以 那么会根据你的那个图片 来去设定这个值是多大 好我们再大一点 因为的话呢 我们放到网上的图片 大家尽量 就是说那个锐化强一点 这样的话呢质感比较好 大家看到效果呢 这是OK 之前的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想要质感强一点的话 那你就锐化多一点 OK 那么我们就168 好我们看一下 对比一下 那么这是前的 这是之前的 这是锐化之后的 我们看一下清晰很多 不管是上面的材料也好 我们的一个质感也好 都是清晰很多的 好 那么整个这一块 大家也可以在上面 加点那个烟雾 还有那个气 热气 都可以 那么这里我就不加了 其实它的一个方法是一样的 所以说那个大家在拍照的时候 如果前期不能达到的 那么你可以在后期去加上去 不要是不是说一步到位 全部一步到位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整个图片保存出来 就可以了